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年初一 外婆一家齐聚一堂 我和我妈将饭菜端上桌后 舅妈招呼道 大家稍稍等一等啊 周总马上就到了 仿佛忙活了大半天准备饭菜的是她一样 我妈自从和我爸离婚 住回外婆家之后 她就对我妈和我百般看不顺眼 今天这顿饭 还是我妈和我一起张罗的 外公外婆 舅舅舅妈 表哥表妹都落了座之后 才发现位置只剩下三个了 舅妈看向我 笑笑 等下你去茶几上吃 论年纪 我比表妹大 论功劳 今天我准备的饭菜 也不该是我不上桌 之所以让我去 是因为我和我妈寄人篱下 没人撑腰 我还没应声 她连忙又连珠泡补了一句 这里就数你最没出息 在公司做个小职员 又不会说场面话 大过年的 不贬低 我就少了个节目似的 我 我刚想开口队 我妈连忙拉了拉我衣角 朝我使了个不要使性子的眼色 算了算了 照顾我妈面子 亲戚之间有摩擦 用尽全力往下压 降降降 降血压 我看了一眼矮茶几 她离沙发有点远 要在那边 吃饭得做矮矮的小凳子 好在 茶几正对着电视 行 我有密集恐惧症 不能靠近心眼多的人 我说 我原以为坐那边电视机 一想就不用听他们攀比 更不用听他们挤对了 可我算盘打错了 我才刚坐下呢 只听得舅妈声音高亢地笑着 小吴 小李 你们来了 快 小李 过来 先和小李聊聊天 正在炫砂糖局的我被Q到了 笑笑 你这丫头 怎么就只记得吃呢 舅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对呀 吴哥可好几次向我问了你的号码呢 表妹苏黎帮腔 吴哥可喜欢你好久了 吴一帆是我们小镇上有名的花花公子 四年里结了三次婚 也离了三次 三个孩子 全判给孩子的妈了 听说到现在 一直没断过女朋友 苏黎这个心机女 言外之意 是在提醒大家 我和吴一帆是一类人 我妈一看 他们介绍的是吴一帆 脸色都变了 舅妈见我脸色不对 携我一眼 转头打着哈哈 小吴 让你笑话了 这丫头 从小没规没矩的 这不 没爸爸没人叫 这大过年的 自己还先吃上了 谁没爸爸 你才没爸爸 我终于忍不下这口气 开对了 舅妈 你看鱼都摆桌上了 赶紧吃几口 我看你挑刺是个高手 我吃个砂糖菊怎么了 我客客气气对你 是希望你能用同样的方式 和我相处 不是让你表演 什么事得寸进尺 言笑笑 你这没教养的 她还没骂完 外公拐杖狠狠一顿 清了清嗓子 我妈说的也没错呀 客人来了都不打声招呼 表姐最基本的礼貌 总要有的吧 表妹苏黎白了我一眼 嘴角不屑地撇了撇 苏黎 你新公司卖水管的吗 我一本正经地问 啊 她没反应过来 张着嘴看起来和小时候一样傻 管那么多 她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我再骂她 脸色一阵红一阵黑 好不精彩 介绍全镇有名的大渣男给我 害我 我还要感恩戴德 笑死 吴一帆见我牙尖嘴利 笑嘻嘻地凑过来 笑笑 没想到几年不见 出落成大姑娘了 现在这么漂亮了 你额上的吧 怎么现在弄得这么好看了 说起这个吧 还有苏黎的功劳 那时候我们才十来岁 我和木硕在山坡上玩 他在我背后推了一把 我滚落山坡时 额头被树枝给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木硕为了将我拉起来 自己也滚进了深坑里 一直到半夜 家人才将我俩找到 后来伤口好了 吧却一直没消除 年前我去闻了一枝梅花 恰到好处地盖住了原来的疤痕 今晚上和哥出去看个电影 听说交换人生不错 不去 我看着他搬了小凳子 往我身边挤 连忙往一旁撤 吴一帆 你可真厉害 他以为我在夸他 乐颠颠地 今晚哥请客 带你出去玩 我不动声色 将椅子又往后撤了老远 笑咪咪地说 年纪轻轻 就知道用脸吓唬人 吴一帆脸色历时就拉下来了 我叙事待发 准备开跑 吴一帆的拳头已经硬了 青筋抱起 大人物却走了进来 哎呀呀 周总新年好 周总您来上座 全家人都齐齐站了起来 就连我外公外婆也配合着 吴一帆显然也是认识周总的 连忙也凑上钱去打招呼 只有我 因为解除了被揍危机 还坐在小板凳上 继续炫砂糖局 给苏黎介绍工作的 关我什么事 苏黎从小到大 害了我那么多次 我没搅局 已经是最大的休养了 终于可以开饭了 在他们热烈吹捧苏黎的时候 我默默起身 去厨房装了一碗饭 加了点没上桌的菜 坐回矮茶几前打开电视 开始屏蔽一切 炫饭 只听得一道惊讶的声音传来 夫人 嘈杂的人生顿时安静了 电视机里海绵宝宝叫章鱼哥的声音渐渐的 异常清晰 我诧异地转过头来 却见周总端着碗 正向我走来 夫人 您怎么不上桌 周总 您认错人了 舅妈和苏黎连忙跟过来 还不忘介绍一下我 这丫头从小有人养没人叫 见人连叫人都不会 这不 刚才她相亲对象进来时 也一声不响呢 就是就是 没有爸爸教的人 出高中时候 我们全班都不喜欢她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不讨喜 靠 又阴阳我爸妈离婚 我怒了 可脸上却笑嘻嘻的 舅妈 苏黎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 你们现在这样子 我好害怕哦 他俩气得就要上前来扭我 周总一把拦住他们 转过身 声音中已夹杂了一丝惶恐 相亲 哪个是您相亲对象 我指了指吴一帆 完了完了 周总战战兢兢坐在了吴一帆刚才坐的凳子上 拿出电话 开始汇报情况 牧总 夫人在相亲 对方给他介绍的 是个四年离了三次婚的渣男 关键是 夫人还不能上桌吃饭 我那才确定关系 每两天就恨不得马上领证的男友 灯石变炸了 让夫人接电话 我接过电话 牧说音测测的声音传来 不是说好初八去你家商量婚事 你现在给我偷偷相亲 怎么 离了三次的渣男很香 我叹了一口气 牧说 不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是我舅妈和苏黎非要给我介绍 苏黎 她惊讶到 就是那个高中窜多猪猪霸凌你的心机女 我嗡了一声 她冷哼了一声 在哪儿 我马上到 独初三时 我和我妈搬到了外婆家 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他们领离婚证的前一天 我爸眼神坚定地拍着我的肩膀 笑笑 爸爸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不能连累你和妈妈 你能相信爸爸吗 我点点头 我相信您 她笑了 抱了抱我 记得爸爸以前教你的 人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活着 闲言碎语 不能打倒一个真正的勇士 可我脖子里 却流下了温热的泪滴 隔日 家里便闹开了锅 我爸有心欢了 要甩了我妈和我 那个姑娘年轻又嚣张 嚷嚷得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一样 我爸间隙间 贴向我的目光 有沉痛 愧疚 难受 和毅然决然的决绝 她走了 和我妈撕破脸皮后 揽着姑娘的腰一走了之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就想起当初她教我的事例 那时 我才九岁 放学回到家 全家人都指责我打碎了花瓶 任凭我解释 哭泣 撒泼 打滚 他们依然一口咬定 是我打碎的 后来 我知道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后 停止了哭闹 从地上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 回到房间开始写作业 爸爸进来 先向我道了歉 然后告诉我 以后我的人生道路上 也许会遇到很多 比今天还要过分的事 他们可能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身上 他问我 如果面对那样的情况 我该怎么处理 我似懂非懂地说 做好自己该做的 他摸了摸我的头 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呜呜地哭了 笑笑 爸爸对不起你 但你要相信 爸爸永远爱你 他们都说 我爸是个渣男 只有我不信 那个走在坡上见人拉三轮车 也要推一把的男人 那个将流浪狗抱回家 好好照顾的男人 那个曾经对背叛深恶痛绝 狠狠臭骂渣男的男人 他自己怎么可能是渣男 一月后 传来了他的死讯 我妈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压抑地哭得眼睛红肿 出了门 却要强撑着笑告诉大家 渣男活该 真是现实报 仿佛自己真因为我爸的死而感到很开心似的 搬到外婆家后 苏黎就常常以我是渣男的女儿为由 挤兑我 贬损我 甚至陷害我 其实我知道 这不过是个借口 他极度我成绩比他好 因为我曾经看见他悄悄将我只扣了三分的英语试卷给撕成碎末 第二天 上课时 老师让我们拿出试卷 我拿不出来 他在一旁说 老师 严笑笑 昨天晚上将试卷撕了 他说 他的英语作文写得那么完美 老师为什么要鸡蛋里挑骨头 扣他三分 不得不说 他在耍心机方面 是个天才 小小年纪就知道 我们英语老师多疑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从此让老师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 要是有一点小错 就会抓住不放 在班级里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话 大批特批 仿佛我犯的是天大的错误一样 如果心里脆弱一点 被这样针对 很难不讨厌这个老师 进而讨厌这门学科 可惜 苏黎的鬼把戏没有成功 我是从小被我爸用奇特方法教大的 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老师的针对 非但没让我英语成绩下滑 反而刺激了我精益求精 中考英语竟然拿到了满分 苏黎知道我成绩之后 气得两天没吃好饭 天天在家哭哭啼啼 烦死个人 舅妈更是一天到晚在家里阴阳怪气 我们苏家的灵气全被外人给吸走了 英语满分 作文都不扣分的吗 是不是改错了呢 严笑笑 你妈是走后门去了吧 把你成绩改得满分吧 在她不知道在我耳旁酸里酸气过多少回之后 我从书本里抬起头来 笑咪咪地说 舅妈 您这样让我想起了钱中书先生的一句话 他自己年轻时因为考不上职高 初中毕业后就进场拧螺丝了 后来嫁给我舅舅才过上了好日子 哪里知道什么钱中书 因此愣愣的样子 看起来还真有些符合那句话 舅妈 寸草不生的头脑 你想还会产生什么旁的东西 要怪只怪他没我幸运 没有一个脑子里有墨水的妈妈 就因为这句话 他将我碾了二里地 可惜他太胖 追得气喘吁吁 满头是汗 也没追到我 反而憋了一肚子的气 暑假 穆朔约我去学游泳 我因小时候大冬天跌落过水塘 对水有心理阴影 便答应在岸上看着他练 他接受能力很快 没几天就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 我看着像是调白调般的他 眼中尽是羡慕 苏黎知道后 也出现在了游泳馆 穆朔哥哥 你怎么学得那么快 人家好笨哦 学了好久都学不会 你能教教我吗 听着他查枪查调地叫穆朔 我就反胃 不过穆朔一向以嘴毒著称 对得他眼睛通红 你那四肢各干个的 没脑子统筹调配 学得会才怪 脑子是个好东西 现在长也来得及 每每被穆朔对 他的脸色就像是开了家染房似的 煞时间各种颜色不断变换 毫不精彩 更可气的是 穆朔每回见他红着眼眶嘟着嘴 总是会冷笑着说一声 六 于是他脸上的表情就会更精彩 这一天 我坐在泳池边沿用脚拨水 他走过来坐在我边上 言笑笑 你妈可真不要脸 听说他已经搭上玉才高中的校长了 就为了把你塞进玉才高中 我回过头 塞 苏黎 你以为我是你 还要靠妈妈塞 玉才昨天打电话来问我 是否有意进他们学校 我正在考虑 也不知是不是这句话刺激到他了 他突然压低声音 恶狠狠地对我说 言笑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靠和穆朔的关系 才接到的电话 随便你怎么想 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更加愤怒 以至于突然之间扑向我 我俩滚落了水池 童年的阴影瞬间袭来 在沉下去的那一刻 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身穿红色羽绒服滚入水中那一刻 为什么会滚进去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是入水时那种恐慌京剧感依然历历在目 我挣扎着扑打 想要抓住什么 可握得再用力 也只是一握就溜走的水流 恐慌 惊惧 无助 包裹着我 我在挣扎中往下沉 一道身影向我游来 他绕到我背后 胳膊圈住了我 醒来时 一个人正对着我吹气 他的唇比我暖多了 我睁大眼 看着他即将又一次俯下 他见我醒来 抹了一把自己额上的水珠 六 坐在水池边都能掉进去 说完 他朝一旁的苏黎扫了一眼 为什么要和他坐在一起 几年前掉下山坡还没让你长记性 不需要我解释 他已经将责任全都推到了苏黎身上 苏黎浑身湿淋淋的 眼神怨毒地盯着我 一把甩开旁边询问的救生员 滚 言笑笑 你真讨厌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才缓过气来的我还是改不了本性 回怼 多长几个脑子 争取得个第一 他脸色越发轻了 呵呵 就这点气量 为什么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回到外婆家 他恶人先告状 说我在泳池边推了他 害得他落水 舅舅舅妈一听 当即就不干了 舅妈扯着我就要动手 舅舅冷着脸 姐 你们住在这里还要威胁到我女儿的安全 那我可不敢让你们继续住下去了 就连我外婆也是向着苏黎的 只有外公一舵拐杖 笑笑都还没说话 外公 泳池边有监控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我说 舅妈当时就想往外冲 查就查 查到了 别怪我赶你们出门 要是不是笑笑推的 有人栽赃 我老头子一定拿家法好好处置 说完 外公就将藤条拍在了木桌上 苏黎做贼心虚地看了一眼藤条 不敢真让舅妈去查 连忙拽着她的衣角 妈我记错了 是泳池边有点滑 我和表姐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 我妈不依了 笑笑她从小怕水 怎么会 外公立声喝道 直到表姐从小怕水 你还带着表姐去游泳池边 你是主她是客 你是怎么当好这个主人的 说完 一藤条就朝她抽了过去 在场所有人没一个赶拦的 外公已经看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去查监控便将苏黎打了一顿 一来他是维护我 二来他作为大家长 是想维护苏家的脸面 傍晚 本来就已经受了多重打击的苏黎 又受到了重重一击 玉才高中给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 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吵着闹着也要去玉才 舅妈整个暑假 隔三差五往木朔家跑 终于将她给塞进了玉才 运气是真好 我和苏黎竟然又分到了一个班 玉才除了领航班45名同学 是挑选了尖子生组成的之外 其余所有班级都按成绩轮流平均分配 苏黎因为是塞进来的 变成了我们班的第45号同学 而我则是2号 虽然是2号 但我知道我的总成绩大概要排到全校百名左右了 因为我们有24个普通班 高一一开学 我便完命地学 就是为了哪一天能不和苏黎同一个班 听说领航班有同学要出国 我想去木朔所在的班 当凤尾也没事 可谁知道我天天埋头认真学习的样子 被苏黎拿来大作文章 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 丑八怪眷王 高一时 大家除了叫叫外号之外 并未做更过分的事 直到高二 我们班转进来一个叫珠珠的女生 她带着同学将我拦在厕所里 听说就是你小时候把苏黎推下山坡的 是你把她推进水里的 更可笑的是 苏黎还在一旁劝说 珠珠姐 你不用为我出头 真的 事情都过去了 忍忍就好了 长得丑也就算了 心还黑 珠珠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珠珠姐 算了 苏黎假惺惺地说 表姐 你快点向珠珠姐道歉哪 就说以后再也不欺负我了 再也不使坏了 再也不恶毒了 呵呵 怎么会有人无耻到这种程度 我知道 这时候再也不能像爸爸说的那样 做好自己了 言语我可以当作没听见 但行动我不能忍 我豁出不要命的架势 狠狠揪住了 猪猪的头发 擒贼先擒王 几个女生一起上前 对我拳打脚踢 但我却只往猪猪一个人身上招呼 小时候 爸爸教给我的一些防身动作 在对方人多的情况下 根本无济于事 我只能拼 拼力气 拼气势 拼谁更不要命 最后的结果 两败俱伤 我伤得更重 第二天 猪猪几人被全校通报批评 校长亲自发话 如果再有下次开除学籍 不管是谁 不过 我不要命的态度倒也让猪猪忌惮了几分 没事她不正面和我刚了 倒是暗戳戳的小动作不少 把我的课本扔掉 在我桌子上写傻成 在我凳子上涂红色颜料 我拼命地学 终于在高二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后得到了全校第四十五名 领航班 有个同学出国留学了 顺理成章 我进了领航班 成为了木硕的同班同学 也成为了他们班的最后一名 领航班的班主任是个郁姐 他拍拍我的肩膀 只要转到我班上 你只管搞好学习 其他都不用管 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只是鼓励我的话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学期 我竟然真的只用学习 苏黎和猪猪竟从未在领航班附近出现过 寒假前两天 班主任生病住院了 猪猪和苏黎带着人将我堵在了楼梯口 颜笑笑 你以为靠你妈八届校长进了领航班 就真是领航班一员了 像你这样的丑八怪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嫌弃 被人看不起 颜笑笑 你去了也是领航班的耻辱 永远当你的倒数第一去吧 难怪你叫笑笑 因为你本身就是个笑话 只要对方不动手 我都能把那些难听的话当成狗废 我推开挡在我面前的苏黎 不挡到背着书包淡定地下楼 一直到出了楼梯口的时候 才听到苏黎大叫一声 颜笑笑 你骂我狗 我可没骂 是你自己说的 她发了疯地追上来 在看见我身边站着的人时 瞬间便收敛了张牙舞爪的气势 牧爪哥哥 你怎么也在 牧爪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穿具便脸 六 苏黎 我劝你别惹我同学 期末考试那天 我吃完早饭便匆匆回到座位上复习 牧爪回来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 数学也需要复习 她总是这样 随口一句话就能让我心梗 因为我刚转来领航班不久 功课门门倒数第一 她常常表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那么用功 成绩却那么差 我有些沮丧 大考小考都是倒数第一 什么时候才有点进步 我知道自己比不上他们 毕竟领航班的同学会聚了全校的尖子声 因此更知道要笨鸟先飞 所以我尽可能地利用更多时间学习 只是昨天晚上楼梯拐角处苏黎和猪猪说的那些话太难听 我想要证明点什么 我不想当领航班倒数第一 哪怕当倒数第二也好 牧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对走过来的我前桌说 薛奇 来打个赌啊 她揽着薛奇的肩膀 去了教室后面 两人不知在说些什么 期末考试结束 老师们加班加点 在第二天下午将试卷发放到了我们手中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穆朔和薛奇 因为他们俩的分数比我还低 这怎么可能 休业室结束后 有同学问他俩 他俩满不在乎地说 哦 我们打赌 谁更接近五百二十分 我不知道他俩打赌的事和我当初那句抱怨有没有关系 毕竟 我是领航班的丑小鸭 不敢奢望白天鹅们为我停下脚步 他们的赌局 以穆朔五百二十 薛奇五百二十一分 穆朔一分不差胜出为结局 我们仨因为是全班倒数前三 被留下来打扫卫生 结束后 薛奇将他的试卷递给了我 颜笑笑 这次我把解题步骤都写得很清楚详细了 你不会的可以看我的 不懂来问我 我刚要说谢谢 木朔将一张草稿纸递了过来 数学填空第八题 选择四 七 最后两道大题的解答过程和知识点 都用了两种不同方法 你自己看能不能看得懂 看不懂也不要来问我 我已经无法更好地组织语言来教诲你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我这些题不会 做的时候知道的 这是其他学科的 他将厚厚一打草稿纸递给我 贴了我和薛奇一眼 将沉甸甸的书包往身后一甩 回家 他俩是好哥们 一前一后出了教室 我将草稿纸放进书包里 锁好门窗 才离开了教室 才下楼 便听到了咒骂声 言笑笑 你可真是和你妈一个样 贱披子 这才进领航班不到一个月呢 竟然就勾得校草学神 争着为你考低分 不要脸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有多丑 我下意识摸了摸鹅脚上的疤痕 听说你妈倒贴校长 才让你进了领航班 她是怎么贴的 跪舔 当舔狗 还是只要睡睡觉 我额脚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冲上前去和猪猪扭打在了一块 你们说我我无所谓 但绝不允许抹黑我妈 他们人多势众 很快我就败下阵来 我被人踹翻在地 猪猪一脚踩在我背上 一手抓住我的头发 胆子大了 看来是欠教训了 说完 一巴掌就欲往我脸上扇来 我趁势抓住她的手指 用力一弯 只听得咔咔两声 她哀嚎的声音响起 我借此翻身挣脱 她身边的几个同学却叫嚣着 言笑笑 你找打 打都打了 还说什么找打 几人齐齐就要上前来追我 突然一道影子一闪 其中一人被砸得往前一扑 哎哟 一看 竟是穆朔的书包 什么时候 我们学校也有校园欺凌了 穆朔说 他们很触穆朔 因为穆朔他爸是校长 育才高中 是市里最好的私立高中 校训其中一条 就是遵纪守法 不允许有校园欺凌现象 如有违反者 开除学籍 他们转身就要开溜 穆朔哼了一声 我让你们走了吗 以朱朱为首的几人 只得站在原地不敢动他 朱朱大概被我折脱救了 捂着手指疼得直吸气 那天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们说他是领航班的倒数第一 现在领航班的倒数第一 就在你们面前 来取笑我吧 我惊诧看向他 原来这就是他和薛奇打赌的原因 他以总分520分 稳战倒数第一 颜笑笑 怎么进领航班的 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 全校第45名的成绩 只要你们能考得出 照样能进 领航班45人 是按照全校排名进的 我 就是那个全校第45 他捡起书包 朝我瞥了一眼 背后爱议论你的人 往往都是不如你的人 说着 他又冷眼扫了朱朱一眼 因为比你牛的人 根本没空搭理你 心突然就暖了暖 他在说我比他们牛 自从和他坐同桌之后 他从未肯定过我 每次都狠狠对我成绩差 走了 他转身 我走到朱朱面前 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在于 我和你好好说话 你却以为我好说话 以后别惹我 木硕转过头来 默默看了我一眼 寒假你来我家做作业 啊 我情商低 表达能力不行 想借你的错题练练嘴 毕竟 我实在弄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题 你会做错 当天晚上 学校发了通告 朱朱和苏黎 因七零同学 被开除学籍 从此 苏黎越发恨我 高二寒假结束时 我妈和我从外公家搬了出来 在外租了房子 结束了为期两年的 寄人篱下生活 我们原来的房子被我妈卖了 卖房的钱 她全偷偷给了爷爷奶奶 她一个人支撑我的辅导费用 便有些捉襟见肘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妈又搬回了外婆家 因为我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需要人贴身照顾 舅舅舅妈都说自己很忙 没有时间来照顾 我妈说我已经能独立挣钱了 她不能不管自己妈妈 便辞了职 住在外婆家 专门伺候外婆的起居生活 这半年 舅妈和苏黎将对我的恨全都加之在我妈身上 拿她当庸人 我好几次说 让妈妈将外公外婆接出来 可她却认为他们跟着我们住出租房 会受委屈 宁愿自己承受一切 这不 今天一大早起来 准备了一桌饭菜 我见她辛苦 也在厨房帮忙 谁知道忙活了大半天 连个桌都不让我上 让我在矮茶几上吃饭 为了恶心我 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吴一帆 我坐在小板凳上没什么 只是苦了周总了 堂堂一个大公司总监 现在端着饭碗屈着膝 也跟着我坐在小板凳上 关键是她还不敢动筷子 夫人 您去坐上坐吧 我才不去嘞 外公外婆辈分大 我怎么能去坐上坐 她愁眉苦脸地看着我 您这样 我怕等夏木总来了生气 她生她的气 关你什么事 我一碗饭扒了碗 站起来将碗放回厨房 她意不意去 端着碗跟在我身后 要不是碗里有点菜 看起来倒有些像是讨饭的 苏黎和舅妈见她跟着 也都齐齐跟在她身后 于是我放个碗 就像是排队一样 带着一串尾巴 可笑的是 站在最后的苏黎 眼珠子都要瞪拖眼眶了 在我转身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 她咬牙切齿地说 言笑笑 你真不要脸 啊 我哪不要脸了 都没有结婚 就让人叫你夫人 家里都没有同意 你就勾搭上了穆朔 苏黎 你还活在清朝 我和穆朔自由恋爱 有什么不对 她命令公司上下人等 叫我夫人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倒是你 还是和以前一样 长个脑袋 只是为了让自己 看起来高一点 我正说着 只听得我口袋里传来一声 六 苏黎惊讶地看着我 我拿出手机 朝她笑笑 不好意思 刚忘挂断了 呵呵 你不是喜欢在穆朔面前装小白花吗 一次一次被她戳穿 还一次次伪装 智商低又心机重 想装还一眼被人看穿 其实想想还挺可怜的 我刚准备说要挂断电话 便听见穆朔又补了一刀 主要是会怕吓死人 她这话 明显是在接我那句长个脑袋 苏黎愣是反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脸色变得越发难看 我笑了笑 说了声 六 开门 我在门口了 目说说 毒蛇同桌要来了 哎 好怕她说出点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来 我要去开门 周总立马跑上前去 我去开 我去开 这 舅妈反应过来 连忙比周总还跑得快 我来 话还没说完 她一脚踩住自己拖鞋 砰的一声扑在了地上 肥厚的肉抖了两抖 应该不疼吧 最后 门是苏黎开的 一开门 她就娇嘀嘀地叫了声 目说哥哥 哎哟 那声音加的呢 比我养的猫还会加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谁是你哥哥 我不是你哥哥 目说醋眉扫了他一眼 别瞎叫唤 还没立春 过分了 过分了 说完 她转头喊了声 外公 外婆 阿姨 新年快乐 全然没将舅舅舅妈放在眼里 事后我问她 为什么不向舅舅舅妈打招呼 她说 阿姨在的这半年 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在眼里 站在她家阳台上 的确能将外婆家院子里 发生了什么 看得清清楚楚 你妈以后就是我妈 她又说 他们欺负我妈 我还对她好言好色 我犯贱 谁 谁是我夫人相亲对象 木硕接着环顾全场 看向小李 小李吓得连忙摆手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是苏黎的相亲对象 小李一开口 苏黎立马怒了 谁说你是我相亲对象了 对 舅妈翻脸不认人 我们家苏黎不着急 不用相亲 小李被这娘俩 神一般的操作给吓到了 阿姨 我和吴一帆一起进来的 现在吴一帆跑了 你怎么能说 我是笑笑相亲对象 原来 在周总打电话的时候 吴一帆就察觉不妙 赶紧脚底抹油跑了 你们这么做人 以后谁还敢和你家苏黎相亲 小李气得脸红脖子粗 愤怒地离开了 谁给我夫人介绍的对象 穆朔脸一沉 语气森森好不可不 谁知他刚说完 只听得他身后 传来一声熟悉的女声 外公 外婆 阿姨 新年快乐 女人拎着大包小包 郁闷地瞪了穆朔一眼 怎么回事啊你 叫我一个女流之辈 拎这么多 听说自己未来老婆受欺负了 连东西都顾不上 拿就空手上门了 说完 她朝我挤了几眼 快 笑笑 给姐姐搭把手 我连忙跑过去 敬畏地叫了声 傅老师 新年快乐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高三的班主任 傅年年 叫啥老师啊 叫表姐 傅老师将礼品放在角落 走到我妈面前 阿姨 本来我阿姨和姨父想出八回国 后来和您商量两人的婚事 没想到这小子急了 先拉了我过来充当家长 说什么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我妈对傅老师一向很尊重 很感念他在我高三时照顾我 没想到他竟然和穆朔还是表姐弟关系 笑着说 笑笑年前已经将他俩的事和我说了 穆朔是个好孩子 我放心 舅舅舅妈健壮 忙凑到穆朔前招呼 穆总 您请上座 还没吃晚饭呢吧 正好我们还没开动 舅舅经营了一家小加工厂 他的客源三分之二都靠着穆朔公司 他们之所以想方设法 要将苏黎塞进我们公司 打的就是让苏黎多接近穆朔的主意 年前他们在书房商量的时候 我恰好经过 不小心听见了舅妈说 小黎 你要是嫁给了穆朔 我们全家以后都吃穿不愁 你爸的事业也不用头疼了 妈 你放心 穆朔哥哥绝对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一边打着穆朔的主意 一边又找着备胎相亲 这娘俩玩得可真高 那个曾经被他们打着算盘 听命接近的男人 此时站在我身边 正好我还没吃晚饭 于是 他让我去盛了一碗饭 你刚坐哪里吃的 他端着饭碗问 我指了指爱茶几旁的小凳子 身高体长的男人 曲着腿在那只小凳子上坐了下来 周总见状 连忙坐在了他身边 于是 舅舅舅妈一脸苦笑地劝着 穆总 这里不适合您坐 您还是去主位吧 穆朔眉眼一冷 凌厉的目光盯着舅妈 这里不适合我坐 那为什么适合我未婚妻坐 穆朔又看向舅舅 苏老板 您说 这里适合笑笑坐吗 舅舅一抹脸上的汗 尴尬笑着陪礼 对不起穆总 我们不知道笑笑是您 这话什么意思 他要不是我未婚妻 就能随便被人欺负 我听说苏老板 今年生意势头不错呀 好吧 他竟然把生意抬出来 要挟舅舅了 对不起啊 笑笑 我舅舅是生意人 早已经看出穆朔要的是什么 不需要他点出来 便先道了歉 舅舅是个明白人 说完 他看向舅妈 舅妈捂着摔疼了的胯 呲牙咧嘴地说 笑笑 你别往心里去 嗯哼 穆朔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啊 笑笑 最后 穆朔看向了苏黎 眼神冰冷 犹如冰刃 苏黎咬着牙 恨恨地看向我就是不肯开口 呵呵 他从小到大陷害过我多少回了 哪回道过歉 当初他被开除 当初他被开除后 还扬言要宰了我呢 怎么 穆朔挑眉 舅舅舅舅妈一向护短 见他不肯道歉 忙想着来转移话题 穆总 先上座吧 穆朔冷笑 坐在小凳子上 一动不动 周总连忙瞪了苏黎一眼 苏黎 我们公司要的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年轻人 呵 穆朔讽刺地轻哼了一声 舅妈连忙拽了拽苏黎的袖子 小黎 苏黎终于低下了她那高傲的头颅 表姐 对不起 我故作疑惑 苏黎 你说 是哪次对不起 可以说完整点吗 比如说 表姐 我不该 将你推下山坡 对不起 我盯着她 她咬牙切齿地低下头去 对不起 表姐 我不该将你推下山坡 舅妈一听 立马横眉怒目看向我 言笑笑 你过分了呀 仗着有牧总在场 栽赃陷害我们小黎 你掉下山坡 是小黎推的吗 我笑咪咪地看向苏黎 你说呢 牧朔冷笑 当时我在场 苏黎咬着下唇 是我推的 多年前 我们被救上来时 就已经向大人们说得清清楚楚 是苏黎推的我 可惜 除了我妈愿意相信我 所有大人都不信 他们不相信 一个小孩 心思会如此歹毒 就连外公也不信 现在苏黎亲口承认 气得外公连连堕拐杖 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歹毒的东西 继续 我淡默地看着苏黎 舅妈贴了一眼苏黎 在她耳边轻轻说 忍一忍 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 你爸的场子不能没客源 苏黎后曹牙咬得咯咯作响 对不起 表姐 我不该把你推下游泳池 对不起 表姐 我不该窜多 猪猪霸凌你 我不该撕你试卷 向老师告假状 我不该在你课桌上课侮辱人的文字 我看着她屈辱又愤怒 却又拿我没辙的样子笑了 你可以道歉 但我不会选择原谅你 木硕坐在小板凳上 六 又说六 像当初我每次错题 她总是损我一个字 六 然后再用十分不情愿的语气说 要不是为了突破我的辅导能力 我才懒得给你讲题 被她荼毒一年多的我 现在终于到了翻身的时候了 我瞥了她一眼 差不多得了 外公外婆饿了 她连忙放下碗 凑到我身边来 是是是 夫人说得对 舅舅舅妈连忙将她领到上座 她却不肯 坚持长幼有序 请外公外婆坐了上座 自己在我妈的下方坐了下来 至于苏黎和舅妈 就算位置够 还是被赶到了矮凳上 妈 她极为自然地叫了我妈一声 我惊讶地看向她 却见她朝我挤了挤眼睛 妈 我想用隔壁房子做婚房 到时候 你和外公外婆搬过去住 笑笑和我婚后住公司附近的叠树 您看可以吗 我妈点点头 妈 彩礼多少钱合适 您看1888万合适吗 我妈惊到了 多少 1888万 不用不用 我家 笑笑不用彩礼 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 不行 怎么能不要彩礼呢 我看着为彩礼讨论起来的两人陷入了沉思 聚会结束后 舅妈拉着苏黎在楼梯口嘀咕 妈怎么知道木朔会来呀 不是怕你棒不上木朔 给你先找个备胎吗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男女朋友又怎样 人家结了婚的还能被拆散呢 放心吧 你只要进了木朔公司 就有机会成为总裁夫人 就这样 还在打木朔的主意呢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木朔拉着我去领了证 一月之后 又给了我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之前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上说 你爸爸很伟大 不要记恨他 我抱着那封信哭了 我就知道 爸爸值得我相信 宁愿名声 被抹黑 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受他的影响 我才能在领航班 那么多学霸的压制下 依旧努力向上 从未有过自暴自弃的想法 后来 苏黎成为了我们公司的前台 因为木朔说 这样 他就可以每天都看到 我过得有多幸福 并且恭恭敬敬 向我打招呼了 每天 我和木朔并肩走进公司时 苏黎都要九十度鞠躬 并且露八颗牙齿微笑 夫人早上好 木总早上好 木朔坚持让他先叫夫人 已是公司上下对夫人的尊重 舅舅的工厂 因为粗制滥造 被质检人员给查出来 曾经倾斜给他的客员 也都转移到了一个他市的厂长那里 舅妈孤注一掷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苏黎身上 于是 苏黎天天在公司上演着巧遇木朔的丑剧 于是 木朔那句春暖了 花开了 你以为你又行了吗 变成了大家对苏黎的金句 员工们将木朔对他的句子收集起来 出了一个小册子 名字叫高手对人不带脏 我们部门的李姐看不下去苏黎的做派 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 那天 那男人将玫瑰花送到前台的时候 正巧被我看见 原来竟是吴一帆 李姐火眼金睛 他俩真是绝配 于是 苏黎陷入了被吴一帆狠追 他拼命 想要甩脱这张狗皮膏药 却甩不掉的痛苦境地之中 木朔岩笑笑翻外 我和木朔在一起 是因为一次挑战 我和闺蜜两人 共同经营了一个视频号 靠路真心话大冒险短视频 积累了不少粉丝 为了在春节拉波流量 我们答应要完成 粉丝投票最高的愿望 只是这愿望 是让我亲一下老板 当时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这难度也太大了 尾牙宴那天好不热闹 宴会厅里摆了几十桌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 木朔所在的那桌 有些紧张 不行就算了 闺蜜思乡安慰我 到时候和粉丝解释一下 他们也会理解 大不了流失掉 几个钻牛角尖的粉 不行 都答应了他们 失到临头又反悔说 做不到 会被他们看不起 我搓了搓手 跃跃欲试 毕竟 他是我高三时暗恋过的人 亲亲脸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心愿了 放心 等下会有个全公司员工一起过生日的活动 我趁熄灯时尚 你悄悄拍好视频 因为心里装着时 我简直如坐针毡 时不时地扫目说一眼 好几次发现他竟也朝我看过来 目光幽深 仿佛已然看穿我的小心思 好不容易挨到生日会环节 随着灯灭 全宴会听顿时陷入一片幽暗之中 我连忙起身 快步走向木朔 不知踢到了谁的凳脚 疼得呲牙咧嘴 也不敢有片刻耽搁 走廊的应急灯光 让我得以辨认出木朔的位置 我冲上前去 准备在他脸上蜻蜓点下水便扯 可谁知道 在我刚要触碰到他脸颊时 他会转过头来呢 那温润的触感 让我心底一麻 一道又酸又涩的电流 涌上了心间 大脑灯时便当机了 继而我腰间一紧 被他一带坐在了他腿上 木朔不仅回应了 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靠 这个渣男知道是谁偷亲他吗 就这么热烈地回应 木总 现在推蛋糕上来吗 行政部经理小心翼翼在一旁提醒 木朔不肯放过我 木总 我拼命将他推开 站了起来 嗯 木朔的声音比以往低沉 阴雅了些 很快 蛋糕推上来 大厅里点上了蜡烛 大家一起唱着生日歌 我站在他身旁 瑟瑟发抖 因为 网友的任务还没做完 还有一半 亲完他之后 告诉他你亲错人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坟头的青草 明年能长两丈来高 灯亮了 木朔双眸黑漆漆的 看着我时 眼尾微微上扬 我的心一颤一颤的 被他这副表情给吓得 笑笑 你的第一块蛋糕 他竟然随手就递给了我 我接过蛋糕 豁出去了 对不起啊 木总 他一愣 旋即眼中 笑意更甚 竟夹杂着一丝宠溺和温柔 笑笑 不用说抱歉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木总 我刚才亲错人了 他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一时间错愕 羞恼 愤怒 在他眼中浮现 不意而足 此时此刻 原本喧嚣嘈杂的宴会厅 慢慢安静下来 大家目瞪狗呆地 看向我们这边 木朔轻轻抹去 自己嘴角的口红印 音侧侧朝我一笑 六 看着一双双瞪大的双眼 我两腿站站 完了 大豹生气了 好好回去 准备准备辞职信吧 明天早上八点 来我办公室一趟 看吧 要炒我鱿鱼呢 呵呵 谁怕谁呢 要不是你开的工资高 老娘才不伺候了呢 我看着他森冷的脸 心一横 反正也是卷铺盖滚蛋 最后一天 姐一定硬气一回 木朔 占了便宜还卖乖 刚你也回应了 这话像是炸弹一样 将一潭死水炸得波澜四起 众人终于忍不住 窃窃私语起来 年会结束就加班 我在办公室等你 木朔的脸黑得几乎能低下墨来 我转过身 坐回自己位置上 如芒在背 思乡已经将视频发在平台上了 不一会儿 粉丝点赞量就过万了 评论区都是在说看不清的 笑笑 你是不是顾得人眼的 刚那么黑乎乎的 根本分不清是不是木总 笑笑 你亲的那个 不会就是你男朋友吧 我相信笑笑 你们没见木总盯着笑笑 看的眼神有多宠吗 哎哟 黏糊的我的心都要化了呢 楼上姐妹不会说就少说点 反正这则看不清 我们要求拍清楚的 能看见是木总的 这则你挡住他了 于是 粉丝们纷纷要求我再亲一遍 并且要求一定要光线好 木朔露面 呵呵 我真的酸Q 谢谢你们了 我的亲亲粉丝们 顶着大家异样的目光 熬到宴会结束 回到公司时 总裁办的灯已经亮着了 我对四香说 姐妹 你有没有现金 四香拿出刚发的五千块红包递给我 走 进去拍视频 姐姐再亲他一回 我进去的时候 木朔正皱眉捏着眉心 他今天喝了不少酒 我抽出一百块 往他办公桌上一拍 他抬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买你的脸一秒钟 我壮着胆子大声说 气势不足 声音来凑 颜笑笑 他声音像是裹了双血 我打了个机灵 不够 两百 脸让我亲一下 五百 我又拍了三张 一千 一千块一秒 已经够多了呀 木朔冷哼了一声 对正在拍视频的思香说 思香 你先出去 思香出去了 我看着他朝我走了过来 看着他恨不得掐死我的表情 豁出去了 五千 不能再多了 木朔将我逼到墙角 一把将我手中的五千块全都薅走了 来 亲 他说着 自己打开了手机录像 我亲了他的脸一下 但他却一侧脸 唇贴了上来 大概五分钟之后 他阴哑着嗓音说 给你一个亿 给我亲二十四小时 那天当然没能消费掉二十四小时 剩下的他说 先存着 但此人有些腹黑 晚上就发了我亲他的视频在微博上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木夫人 我夫人爱笑 大家以后见了他多笑笑